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郊区的情况 台风灿洪来袭呢地处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区 是本市受到台风影响最早的地区 那么为了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昨天开始啊金山区就受到了台风影响的乡镇 紧急转移人群到安全的地带 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转移人员的大巴来到了临时安置点 晚上六点记者来到金山区石化街道东村居委会金卫三组 这里的房屋大多建造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都是当地居民的自建房 面对台风的侵袭在安全上存在一定的隐患 居委会工作人员正在紧急转移居住在此的一千六百多位居民 这些居民除了投亲靠友之外 当地政府还临时为其设立了一个安置点并安排专车接送 晚上七点不到 记者看到大部分居民脱家带口带着行李上了大巴车 针对还未下班到家的居民 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守候 确保尽快通知到他们 随后记者跟随转移人员的大巴来到了临时安置点 这里是由社区学校临时改造而成的 工作人员把已经转移过来的居民妥善安置到房间 并为每位居民发放了矿泉水泡面等 这个临时安置点昨晚一共安置三百多名群众 其中每个教室安置二十名左右的群众 不少居民全家围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 还有的打起了扑壳 临时安置点为转移群众准备了粮袭 毛巾 风油巾 闻箱等日常生活用品 还有许多杂志报纸等供市民阅读 在会议室还摆放了两台电视机 此外还配备了生活医生 二十四小时提供帮助 关于撤离我们会等待区防总的统一命令 在命令没有下达之前 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 我们会尽可能把他们留在这里 上海电视台特约记者报道